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现在 王俊凯黑高领西装高级又迷人,直播夹在领导中间,好像过年走亲戚 王俊凯参加代言的高奢品牌伯爵的活动,从早上就出发商场进行拍摄 据说王俊凯是在商场没有营业前就进入拍摄照片了 然后应该是一直工作到很多人进去商场才结束工作的 全黑西装,高领毛衣做内搭,十足的酷进,高级又迷人 在视频里,还可以看到品牌方有非常多个机位,王氏应该也有拍摄 希望帅气的装造可以有多多的视频和帅照输出 在众多黑衣保镖的保护下 王俊凯在其中鹤立鸡群,气质超凡脱俗,妥妥的意气风发的归国霸道总裁 霸总文学已经在脑海中想象出来了 而下午的时候,王俊凯参加了品牌内部的活动 这时候就换了一身衣服 白色内搭,浅灰色的全套西装,变得轻松自在,浑身都是清爽的少年感 虽然没有媒体进场,但是挡不住王俊凯的国民度高 现场的工作人员也有很多王俊凯的粉丝 所以也有不少视频 在那场互动时,全程彬彬有礼,儒雅非常 在一进场时,中英双语的主持 王俊凯也十分自在,如鱼得水 在聊天中,谈及品牌万表 也了解得非常详细,认真又负责的品牌代言人 侃侃而谈,非常自信 期间,王俊凯还尝试了拆卸万表机心 专注的模样很吸引人 而镜头凝聚到王俊凯的手伤时 轻筋凸起,男友力十足,增添了成熟魅力 而晚上九点半,王俊凯终于出现在了直播间内 感觉小凯瘦了好多 小脸变得更加立体,五官都也很明媚干净 然后,因为品牌的原因 这次王俊凯还戴了很多首饰,项链,很多个戒指 还有万表,满满当当 显得王俊凯非常精致 本文由凯家军原创,抄袭必揪首先和品牌方简单聊了天 然后就进入再次体验拆卸万表机心的环节了 两位专家站在小凯身边 然后王俊凯就乖乖坐在中间 一直认真听专家介绍 好像乖宝宝 像是过年陪爸妈去亲戚家的小朋友 很乖巧可爱了 偶尔,两位专家还会cue一下王俊凯 然后王俊凯就会做出反应 一板一眼,很可爱 在介绍戒指时 王俊凯自己也承认了 非常爱这个时来运转系列的戒指 已经转了一天了 王俊凯在最近参加活动时 就经常戴这个系列的戒指 经常被粉丝拍到他再转戒指 确实是非常爱了 期待小凯接下来的新作品四位上线